另外是真的很惊险的惊魂季 新北市这个男子开车带老婆到宜兰头泉看海 没有想到竟然忘记拉手刹车 车子竟然就到退路的滑落山坡 当时这灵性男子的车辆顺着斜坡 滑落大约有20公尺 卡在了山坡的下方 这个灵性男子呢 当时是带着老婆一起来欣赏太平洋美景拍照 没有想到车子后却往后滑行 男子才惊觉自己忘记拉手刹车了 一动跳伤的车想要阻止 不过当然挡不了 只好赶紧的跳车 手边出现了轻微的擦伤 锦销货报来到了现场 找来拖车协助后续的处理 比起逛街买东西 有不少人呢 到百货公司还有卖场 是专程来吃美食街的 下手美食大卖场 只靠卖铜板价的热狗套餐 最受到欢迎 一年竟然是可以卖出1.35亿份 别想看我手上这个看起来 好像很不起眼的热狗 但它其实是商场新客的神秘武器 而看来它只卖铜板价 但是却能滚出 1400多亿元的营收 豪迈加入洋葱酸黄瓜 酱料随你搭配 再附上饮料吧喝到饱 这套餐收个短腕 更成卖场的黄金刷楼 它都已经可以划算 所以基本上是东西啊 选择又多 然后又食材又料也不错 光是2018年热狗就卖了1.35亿份 比美国职邦大联盟球场还要来得多 但卖的地点更得讲究 不外乎就是在入口处的店内或店外 甚至还得砸重本 盖自己的热狗工厂稳定成本 是咬死了有些东西 它宁愿亏损也要买 但是用这个东西吸引你去做消费 更进入买更多其他的东西 美食阶层市场区隔的武器 带来的云伦效应 让好市多卖东西外 更能满足顾客吃喝玩乐的需求 增加停留时间提升消费金额 热腾腾刚吃路的大披萨 竟然比我的脸还要大 其实在Costco除了刚刚的热狗 烤鸡和披萨也是非常少玩 和一般市售的披萨比一比 Costco300元可以买到18寸 而达美乐必胜客 价格都在550元以上 只能买到12到13寸大小 等于价格便宜将近三倍 你买的热狗披萨 或者是烤鸡腿的时候 你可以跟人家炫耀 甚至可以跟人家分享 你的消费动机就从买便宜货 到了买可以跟人家分享的东西 光是美食街这颗招财数 每年营业额就超过10亿美元 背后更带动整个卖场 无限大的商机 东森才进行为红沛鱼和昆源 台北采访报道 好 今天起潮明先感觉到有变凉 天气如何变化呢 把时间交给华仙 好 家伙早安 哥哥们好 大家早安 其实从昨天下半天开始 整个东北风就逐渐增强 所以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在昨天下班之后 想必也有感受到 这整个凉空气呢 已经开始慢慢的 感觉上比较凉一点了 尤其现在全台各地地温 大约是20到24度 提醒大家 未来这一周外出的时候 早出晚贵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 现在看到这个呢 是淡水渔染码头的机身影像 现在整个东北风呢 是逐渐增强 所以呢 北部地区 东半部云层呢 是比较偏多一点 来看到今天是几月几号 今天呢 是10月16号 星期三台北市目前温度 维持在22到23度 中半部地区呢 一样23度左右 那么南部地区 现在高雄已经来到了26度 而东半部地区的话 因为受到迎风面降雨影响 所以温度呢 也维持在22度之间 那么首先我们透过了 为行图先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今天的天气 今天开始呢 整个东北风就逐渐增强 所以呢 迎风面地区 包含了大台北地区 山区还有大台北东侧的平地 以及基隆北海岸 甚至包含了宜兰呢 水气都会是比较明显增加一点 温度的部分呢 也会稍微的往下滑 低温大约维持在20到24度之间 那么今天清晨最低温呢 就出现在 以自动测站来讲的话 是出现在了宜兰 宜兰的三星呢 今天的清晨最低温是8度 那么以人工测站来讲的话 是在宜兰市区来到了19.9度 所以感受上宜兰地区呢 是比较凉一点 那么还要注意的是 中南部地区算是好天气 但是要留意 日夜温差会是比较大一点 高温的部分呢 都可以来到30到32度之间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呢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这里呢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生成了 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 生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而蔚蓝呢 它将一路往西的方向来前进 现在看起来呢 路径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如果说未来 它有机会发展为 今年第20号台风的话 将会取名叫做浣熊 虽然浣熊这个名字 听起来好像蛮可爱的 但是未来到底会 台湾有没有直接影响呢 我们先透过这个 各国的模式预测 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现在看到的是包含了 欧洲 美国跟美国海军 以这个模式预测看起来的话 它一路呢 都是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 现在距离台湾还蛮远的 有来到了1500公里 但是呢 即使看起来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它不排除 在今天开始一直到 星期五这段时间 在海面上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逐渐的发展 只是有没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 都要进一步来观察 而预计从星期五开始呢 它就会开始靠近了整个旅宋岛 所以从星期五开始呢 整个台湾地区的东半部地区 也要注意水气呢 也会开始增加 最主要就是整个热带性地气啊 移动的同时呢 水气也会跟着带了上来 所以迎风面地区 东北部地区呢 在整个星期五开始呢 水气都会比较明显增加一点 而今天全台的降雨变化又是如何 我们透过了雨区预报 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今天呢整个白天开始啊 东北风降雨就会比较明显增加 所以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地区 大台北的东侧 还有包含宜蘭一带呢 水气都是比较明显一点 那在刚刚过去一个小时里面 包含了一带的大同 还有新北市的乌来 大约市量是0.5到1毫米 持续在累积当中 中南部地区的话 算是好天气 白天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而且呢阳光露脸之后 温度还蛮高的 所以呢有一点闷热 但是呢在各地的山区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山区呢午后不排除 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不过主要的降雨呢 还是集中在整个迎风面地区 最主要就是这整个东北风影响我们 预教影响将近一个星期这么久 而且呢水气呢 明天后天还会是更多 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啊 水气就会逐渐的增加 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稍微的比较好一点 我们透过了地面天气图 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现在啊整个东北风就开始影响我们 而且预计明天后天 这两天呢水气会是比较多一点 那么加上呢从星期五开始呢 整个热爱新地气压靠近我们之后呢 虽然说呢没有直接影响我们 但是东半部地区水气会开始增加 所以呢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呢 在未来一周天气相对是比较不稳定一点 那么要直到了下周一开始 整个强东北风才会逐渐的减弱下来 不过呢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的风向 所以迎风面地区淋漓星星 还是会有点短暂震雨 而且要提醒您注意的是 受到整个东北风影响 今天台南以北地区 还有包含了整个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 甚至包含了外岛地区呢 要注意今天强阵风呢 都容易有八到十级 如果说海边作业的话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那么未来一周天气变化 现在看到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呢 今天开始呢 温度就会稍微的往下滑 低温的部分维持在21度 高温的部分呢 可以来到28度 北部地区呢 台北是大约26度 那么28度呢 大约是新竹桃源一带 有机会可以来到28度 未来一周水气是比较多一点 低温的部分21到22度 那么中半部地区的话 今天可以看到阳光露点 还是好天气 甚至高温的部分 都可以来到32度之间 不过要注意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温差是比较大一点 低温的部分维持在21到22度 所以日夜温差 大约相差有10度这么多 南部地区的话 天气又更好了 高温的部分 都可以来到32度左右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 山区午后会有点零星降雨 不过整体来说 都算是好天气 高温的部分 未来一周都有32度 低温的部分 维持在22度到24度之间 而东半部地区的话 今天开始天气 就比较糟糕一点 而且呢 未来几天啊 整个水气又增加 那么星期五开始呢 整个热爱性地气压 还有整个水气呢 又会影响东半部地区 所以呢 未来一周都会算是 有零星降雨的变化 高温的部分 28度到29度 低温的部分 维持在22度到23度之间 最后我们这几个天气 就等一下提供给大家 来参考了 虽然说 现在整个热爱性地气压 距离台湾还蛮远的 有1500公里 不过呢 对台湾 以目前看起来 它的路径呢 是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要注意哦 东半部地区 从星期五开始 水气呢 就受到它整个 外围匀性影响 所以呢 水气会比较多一点 而今天开始 受到东北风影响 早晚呢 全台低温大约20到24度 建议大家早出晚归 借多家件衣服了 而且受到强阵风影响 台南一北地区呢 强阵风是8到10级 提醒大家 包含了机车骑士 在骑车的时候 还有到海边作业 也要注意自己安全了 再把时间交给家如 好 谢谢划解 其他的话题 先来看 天宁的德国行李箱品牌 现在爆出了争议 因为呢 他们家之前推出的行李箱 是有电子标签功能的 直接用巴黎的登机 这个电子的行李刀签 让这个荧幕显示出来 让客人登机的时候 比较方便 也省时间 没有想到呢 有民众是花了三万块 买来这个行李箱使用 发现哦 这个荧幕已经坏掉了 保供期五年 他一看还好 他花了三万块买的行李箱 虽然荧幕坏掉 但是还在保供期之内 所以呢 送到了原厂 要来进行维修 结果呢 他那天送到原厂 说这个荧幕坏掉了 对方是怎么回他的呢 说因为这个电子标签 是有个人资料的 所以呢 基于保护他的隐私关系 原厂台湾这里 是不方便处理 你要修可以 必须要飞到德国 亲自到德国 把你的行李箱送修 这样的回答 让消费者傻眼 出国期间 由于家当啊 衣服 通通在行李箱里面 可以好推又兼顾的行李箱 当然非常重要 加不少台湾人 都独钟这一家 知名的德国行李箱品牌 因为时尚又非常的耐用 不过呢 这一咖箱子就要价 上万块 实在价格不便宜 我们一来看 消费者还有喜欢哪一些呢 像时候 美国制造的这个行李箱 它的颜色选择很多 所以网红都很喜欢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MIT 台湾制造的 也有处置一些 坚固的行李箱 而且价格更加便宜哦 跟德国的比起来 价差有20倍 另外呢 行李箱最容易坏掉的部分 就是轮子 还有踢把 拖运经常被重衰 所以没有几次 就必须要维修更换 之前发生了 外送人员的吃货意外 昨天晚间10点左右 亚兰市区又一名外送人员 正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被炸 还好人没事 也没有酒驾 来看当时的详细状况 至今周刊的报道 投管会的前职位刘泰英 和四位女子 暧昧周旋 互动看起来 也非常的亲密 甚至被说 生活精彩 不输给年轻人 中华职棒30周年 台湾大赛 前两场 拉米狗桃园 还有中信兄弟 各取得了一胜 而第三战 拉米狗打线 非常的火热 中场就由拉米狗 是以8比4 拿下了胜利 昨天晚间的 雅锦赛呢 就有好多球迷 大喊说 好想要赢日本 因为中华队 对上了日本队 中华队虽然会有 大联盟的强棒登场 可惜呢 在一共八个大树里头 几乎熄火 只有一支安打 日本队中场就12比0 取得了胜利 有最新的消息 高雄街头出现了 多名男子聚重姿势 有人拿着木棍 还有安全帽 猛杂停在路边的机车 警方赶到了现场 将四名男子带回侦办 殊不了解 其中有一名男子 和车主 久后发生了口角 就找人挑衅来涉嫌杂车 最近有一名25岁的年轻人 向人公称 他已经有9年时间 没有和外接接触了 警方获报前往 他住在一个 偏远的农舍地下室 发现了一名 卧病在床的男子 还有另外5名孩子 5月 小蜜桃姐姐的丈夫 传出投资势力 签下了巨额的债款 根据庆州刊的报道 小蜜桃姐姐 最近积极的付出 之前呢 还以酬劳25万现身 在直播节目 但由于呢 他当初出道的 水蜜桃姐姐名称 已经被注册 他只能改名叫做 小蜜桃姐姐 不过在争议党 直播节目中 他又自称是 水蜜桃姐姐 明显是有侵权的争议 最新的消息 韩国瑜在今天开始 请假拼大选 根治苹果日报 所做的最新民调 就算韩国瑜 选前请辞市长职务 仍然是以29.4%的支持度 输给蔡英文的42.5% 两个人差距13.1个百分点 最美味的家常菜 就是卤肉 因为以前住在家里 只要妈妈有煮 或者是爸爸有煮卤肉的话 只要一锅卤肉就可以吃饭了 就不需要其他的菜 然后现在住在外面 自己煮非常的麻烦 也煮得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在我心目中 最怀念的就是 家里煮的乳肉 外里切的产气 不过有一些人发现 今年螃蟹价格比往年 高出了大约三成左右 怀疑是业者轰抬售价 但对此 新北渔业处澄清 是受到了气候变迁 还有大陆遇传 越界捕捞的影响 外里线的产量减少 才会导致价格升高 接下来东北季风 温度下降 预期捕获量会提升 到时候价格 就会应该逐渐回稳 泰国的眼镜王蛇 是世界体型最长的毒蛇 最近只有一条 四公尺长的眼镜王蛇 闯到了住宅区 引发一阵惊吓 探商昨晚说 自己不过想要在 嘉义市北新街的菜市场 单单纯纯做生意 结果碰到了同行 到他的店门口来呛瞎 还说这里都是他的地盘 结果呛瞎的男子 疑似是不满这名网友 在市场卖类似相同的品项 影响到他的生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